Facebook旅过天晴 Piper Sander调查报告立功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6日消息 Facebook昨天可谓货不单行 一名前员工披露他为谋取利益 向用户传播煽动仇恨情绪的信息和虚假信息 旗下三款应用遭遇长达6小时当机 但投资公司Piper Sander的一份报告 让Facebook股价今天上涨6.73美元 涨幅为2.06% 报收于332.96美元 盘中一度摸高335.15美元 Piper Sander今天发布调查报告称 Facebook旗下Instagram仍然是美国青少年 使用最多的社交应用 81%美国青少年使用它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